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语音解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汉语 塞音极其相关的汉字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撒音极其相关的汉字 直到我们祖宗把启动开始 创造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或者是滚滚工程 叫做撒 那么一切都是从空温来到万有 那么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避音和这个观音和平民 那么跟大家分享祖宗认识到 那么有一些必须没有选择的一些所谓的通道出口 那么自然而然 在这个无跟有之间肯定也存在着通道 那至于存在多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种东西呢 祖宗只是有这么一个方向 那么到今天呢 实际上我们人类也没弄明白搞清楚 那么到底有多少通道呢 通道是个啥样子呢 这个当然了 确切事实我们也没法去验证 但是呢 我们可以去印证啊 记得了一定的知识 祖宗留下我们所有的信息以后我们就会知道 这以后呢 在统一论里都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通道 那就这个通道呢 那肯定是受控制的 你可以启动啊 也可以停止啊 那么这个通道 那么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那肯定有什么东西 把这个通道堵住了啊 充满了啊 他就不能有这个物质啊 或者东西经过了 所以呢 祖宗就把这个控制通道的这个关键 或者这个填充物啊 能够堵住通道的这个一个装置 或者材料啊 就叫做塞 有了这个塞音 所以呢 塞的含义呢 有停止啊 有充满 充满了就没有缝隙了吧 就通不过了嘛 有这么一个含义 所以祖宗最早赋予这个塞音 图画字的时候呢 就画着手啊 代表力气 往一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 内燃机啊 这个活塞啊 和气缸之间这个 这么一个图形啊 用手把它放进去 把这个通道堵上啊 有了这么一幅图 后来演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字呢 就是一个宝盖头 实际上当时祖宗是半个口啊 底下没有 那个手啊 就妄理啊 力量 通知啊 就是这个力气啊 或者一个控制 这个 萨啊 神仙老天爷也好 那么把这个东西给堵上啊 所以呢 这个 塞塞物啊 这个堵上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塞 那么你把它去堵上啊 把它填满了也叫做塞 所以这个塞音啊 有填满 有停止啊 有这个堵上的意思 那么后来呢 堵中这个生活当中啊 类似于这种情况 我们都叫做塞了 能够把洞堵上啊 把河流啊 截断啊 也叫做塞 那么 演变到生活当中去了 那么 无中生有望 这个萨 控制萨的这一个含义呢 没有了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 也不好去印证啊 也不好去 这个 验证啊 只能通过信息 知识 经验的累积增加 去议会 从而达到印证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么 后来呢 祖宗呢 那么 因为这跟萨有关系嘛 所以呢 就觉得这个手 我们手啊 握紧拳头 手里都拿着东西 也叫做塞 那么 是指着这个手啊 握成拳头 那也有份嘛 所以呢 这个拳头也叫做塞 因为你萨的时候 把这个拳头一松开 哎 东西就撒出去了 当然 后来这个拳头 有其他的因子去取代了 那么就没有这个含义了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词啊 硬塞一个东西啊 塞到他手里头去 那么就是说 那么他手是握着的嘛 那么你就从这个缝隙里头插进去啊 呃 压进去 所以呢 也叫做塞啊 挤压啊 大力的这个插入啊 也叫做塞了 那么后来呢 那么祖宗就认识到这个通道非常的关键 我们生活当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些通道啊 在碧阴 京阴啊 还有这个平阴啊 呃 观阴啊 这个 口啊 等等 我们都跟大家做了分享 祖宗呢 也都把这些信息项目做了 那这种分享和传达 那么所以呢 有山口啊 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上那儿就把持 那么也叫做叫要塞 那个地方只要我们能我们就控制它 我们就是啊 那个地方就叫做也叫做塞啊 要塞了 就把这个塞的这个含义呢 拓展了 因为从手啊 手是一个拳头嘛 那么也是拓展了 拓展了以后呢 那这种控制 你比如说大 呃 这个 峡谷啊 峡谷 呃 这个山口 那么都叫做这种关键的部位 京嘛 啊 闭嘛 啊 那么 都 联系上了 所以要闭费 闭起来嘛 啊 这个 有了这么一个发展 那么再后来呢 呃 那祖宗呢 有了所谓的这个 堕落了嘛 有了战争 那么往往这种关键的地方呢 大家都想去抢先的 这个去占领控制啊 要当那个塞啊 嗯 天同物控制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两个山之间的这个山口子啊 你要从别的地方走也可以 那个山爬要爬山那很险峻 也麻烦 甚至于都爬不过去 还有呢 那个山头啊 你比如说不是两座山之间了 单独一座山你站在高处呢 那就可以控制周围 所以那座山也叫做塞啊 叫要塞 那么人类呢 那么这个要塞呢 那就往往军队啊 特别是战争的时候 哎呀 糊涂了嘛 那么就要去抢战这个地方 那这需要 这个有速度的 所以呢 往往成为争夺的一个目标啊 呃 一个 据点 所以呢 这就需要速度 大家要去争 要去比啊 呃 要去 这个强 所以呢 这个赛呢 就是抢战赛啊 要到啊 抢战 这个据点 抢战这种能够控制的这种关键步啊 也叫做赛 就是这种行动上速度快 那么就要去比较啊 竞争啊 所以呢 就有这个比赛的赛 到今天呢 我们也有所谓的 体育竞赛啊 各种各样的比赛啊 还有什么 智力的 体力的 各种各样的 就是对比啊 去竞争比谁的速度快 那么这个赛字呢 有了这么一个含义 也有了这么一个赛字 那么还有呢 那祖宗啊 知道 那么这个 呃 一些关键的通道啊 路口啊 那么 是叫做赛 那么观察这个鱼啊 水族啊 在这个水里头 那么也是啊 从土里进去 这个水 从这个两旁 这个连两旁又出来 所以呢 那一个啊 祖宗认为 那就是一种赛啊 鱼赛啊 那么 我们今天都知道 那么其实呢 是就有了这个月子旁 加个丝子啊 这个塞子 后来我们祖宗啊 把这个鱼赛啊 用到我们啊 人身上 因为我们人啊 和那个人头和鱼头 是有差别 但是也可以想象到啊 那个鱼有 那么我们呢 好像啊 就是耳朵 所以叫耳塞啊 呵呵 这个耳朵 但是呢 祖宗也知道 我们不是水中生活的动物吗 那么 其实呢 就指着耳朵旁边啊 耳朵这个孔 这个通道 叫做塞 那后来呢 由于这个习惯 慢慢的这种演变呢 其实呢 我们祖宗有一段时间 就是不光是耳朵 因为他也是个口嘛 也是个关键部门 也是一个通道 那么还有呢 我们这个石道啊 这个脖子 也叫做塞 所以呢 这周围的 我们今天演变成塞 实际上呢 叫塞帮的啊 是是帮父塞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 因为祖宗那个时候也是 你说有一个关爱 关卡 关卡 那么你要去控制这个地方 自己成为塞 控制这个地上 那你要建一些辅助的设备 那么叫 只能叫他从这儿走 那么才能形成 唯一的通道吧 所以呢 那把别的 有可能的地方都堵上啊 形成这样一种 帮衬啊 所以呢 呃 是这么一层含义 呃 形容我们人啊 这个脸上 这个呃 叫脸塞 其实是叫塞帮的啊 塞的帮的东西 后来呢 慢慢我们这个 塞帮的就成了塞了 一简直 我们今天有脸塞的塞啊 有了那么个月子旁 帮我加了狮子 那特指我们人的这个两边 再后来呢 实际上祖宗也是根据鱼啊 那个塞啊 那里面那是毛状的东西 所以后来 嘿嘿 这个有些人能胡子多啊 落塞胡子啊 叫落塞吧 就是这个胡子啊 和塞似的 那么就指胡子多啊 这么一层含义 就这么一个塞子 那么 那么 后来呢 那么 能塞的地方就多了 不说吗 有天灾人或者是河流 要塞一下 改变这个水的流向 一些紧急情况啊 我们这个消防用的这个 水缸啊 那有一个通道 平时塞着的 那拔开油 那么再把水放出来消防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呢 就是 我们呢 这个门啊 这个窗啊 你的房子啊 有房子这些口啊 去把持 甚至于这个城啊 有了城墙呢 那都 城门 那个地上也叫做塞 那么后来呢 祖宗呢 都发现这个人呢 要掩盖一些东西 也叫做塞 你比如说 呃 我们我偷了人家的东西 放在自己家里 就是门敞着 人家来找东西 那我就赶紧把门关上啊 把人站在门口 就是把这个东西掩盖一下 所以这个 呃 就当个塞吧 把这个通道毒死 遮挡人家的视线啊 所以就阻碍啊 这个塞又有阻碍的意思 遮挡的意思 有掩盖的意思 不诚实啊 后来 你掩盖遮挡 所以有这么一层含义 那么这层含义呢 那祖宗也很形象 就又有另外一个字 一个人子旁 加个塞字 这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门口啊 站在门口 挡着门 挡着窗 挡着路 挡着 人家要经过的路 所以这种人的方式呢 叫做塞 那通常去倒呢 肯定有掩盖 有目的 甚至于呢 就是给人家制造麻烦 所以这个塞呢 有 不光彩 不诚实啊 虚伪啊 还有呢 这种粗鲁啊 给人家添麻烦嘛 叫人家不舒服嘛 甚至于我们今天 叫擦队 也叫塞队啊 那么也用这个塞子 当然今天我们叫擦队了啊 不叫塞子 那祖宗那个时候也有 用人当塞子啊 所以有人子这个塞 有这么一声含义 通常呢 都是不光彩 反正没什么好的含义 什么粗鲁啊 不光彩啊 这个讨厌啊 这个掩盖啊 不诚实啊 这个等等吧 就叫做这个塞了啊 有了这么一个人的 跑这个塞 反正呢 也比较形象嘛 当然了 这个塞呢 今天我们还有脏话 也用作塞 那么也跟这个人塞有关系啊 也是这么一层含义 具体详细的意思呢 我们就不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那么 关于这个塞阴啊 及其相关的汉字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大家